那因為下個禮拜沒上課 下禮拜就是要教其中的報告 這個其中報告其實剛好 其實時間上也蠻 我希望你們也比較多一點時間 所以等於有兩週的時間你們可以提早準備 因為我們上課的內容其實也沒有算太多 所以我大概方向跟各位講一下 基本上的話跟我剛開始學的時候講的大概類似 第一個就是專題的這個報告 裡面當然就類似像我們現在做的 所以必須要有這些東西 比如說像函數有沒有 把資料取出來 然後需要錄製聚齊 然後那個VBA實際上指的就是聚齊 那當然你量力而為 如果你實在是有些地方做不出來 或者是說還是有地方做出來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錯誤的話 那當然其中報告部分我是可以接受 因為畢竟你們還算是有些地方不太熟悉 那不過你可以在你的心得報告裡面敘述一下 說老師我想做 但是我可能現在功力還不太夠 所以我可能現在還做不出來 不過我之後可能會再接再立 因為還有期末的部分 那你可以再也許再花一點時間再解決 那底下這個當然算是加分的項目啦 因為現在因應那個AI的 真正是AI的這些浪潮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於我們現在所學的 其實是滿有幫助的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把它結合進來 這個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啦 所以目前的話當然上面這些就是主要的 那AI部分的話算是 應該也算是次要的啦 但是這個我是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把它拿進來當成一個你們加分的要件啦 就是說如果你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也許這個問題你不會 那你也可以試著利用現在很夯的 因為現在這種AI的工具太方便了 像這個QHPT這個應該不用講 然後它也像Google又出了一個Gamini 這個也 然後微軟它也在它的新的瀏覽器 應該你們有用嘛 那個在Edge一打開 現在就會有那個Copilot 然後Copilot的話呢 其實它也背後它跟你講說 它甚至比那個QHPT更厲害 QHPT它現在版本是3.5 它現在Copilot版本它直接給你試 OK 所以當然你們可以利用這些方法 然後有些地方你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像之前的公式 我們是直接知道 但是如果有些地方你實在想不出來 比如說像那個路接到這個公式 那如果你實在是想不出來 那你可以試著利用AI看看有沒有幫你產生 那目前我想到的 我是覺得AI目前能夠幫忙的 大概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用AI可以幫你生成公式 然後並且告訴你使用哪些函數 我是覺得這個是辦的 那你敘述可能要清楚一點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分別利用上述三個AI的工具試試看 最好如果可以的話 你還可以告訴你自己使用的心得裡面哪一個是最優秀的 或者是說相對起來 可能在某些部分上面是比較好的 OK 那這沒有絕對 然後另外的話 如果你的公式 比如說他給你生成的公式 或你自己打的公式 發生錯誤 那假設你要找出錯誤 我覺得現在AI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可以幫你找出你公式哪裡有錯 比如說你一打 奇怪 錯一直錯 但是你不知道哪裡有錯 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把你的公式 或甚至你VBA的程式 直接貼到那個AI上面 然後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找出哪裡有錯 我發現試了幾次 我發現他滿厲害的 馬上幫我找出來 比如我自己花時間來找 還要更快太多了 為什麼 因為他畢竟是電腦 馬上可以找出來 所以這一點對我來說 還有對現在很多工程來說 是真的非常大的幫助 那其他還有就是說 你對於那個什麼公式或程式 假設你不太懂的話 還有一個 請你比如說你貼在那個AI上面 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解釋一下 上述的公式 到底它的內容是什麼 他真的會幫你條列 我甚至把程式也貼上去 請你幫我解釋一下程式的內容 他真的還看懂 然後幫我把每一個字 什麼意思 通通都解釋一輪 真的還滿好的 其他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像我們之前寫過的公式 比如說像我們錄接到那個公泰農場 那你說老師那我想要把它轉成VBA 我不要錄製的 我想要用直接真的用VBA的方式去處理 錄接到的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程式不會寫怎麼辦 其實你有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把Excel的公式 直接貼到那個AI上面 然後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轉換成VBA程式 我試過真的可以 而且還真的是正確 所以其實我發現AI真的對於 我們將來在學習程式設計上面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他目前來說 這個東西應該算是剛開始萌芽 至於怎麼用是最好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不妨嘗試看看 這個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選項之一 你不加其實也OK 但是如果你加了 我覺得我會給你相對是比較多的分數 因為好像感覺比較有亮點 OK 然後把你的選題原因交代一下 然後設計過程也稍微敘述一下 比如說你用哪些公式 然後甚至你嘗試過其他也沒關係 你可以把你嘗試的東西 也可以把它寫出來 然後把一些新的撰寫在Word 或一些文書工具上面 然後繳交就可以了 然後其他的話 VBA這個 如果假設VBA你現在還不太熟沒關係 VBA的話算是選項 但如果你說老師我OK 那沒關係你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這個我 當然你加越多啦 我給你分數啦 相對也就越高啦 OK 原則上這個是其中 專題報告的一個說明 那繳交的時間的話呢 會是在下下禮拜 下禮拜沒上過 所以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五的凌晨 OK 會有時間設定 反正就禮拜五之前交就OK了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子 那因為下下禮拜 我的習慣是我其中 只要給各位寫報告的話 那一週基本上我們就不上課啦 OK 所以變成說 可是這樣感覺又很多週沒上課啦 不過上課你們沒辦法 時間如果上課又有一個新的作業 可能會造成你們更多的負擔啦 所以我看下下禮拜 我們不上課 但是你要準時把報告交出來 OK 大概是這樣 那其中報告應該沒問題吧 大概是這樣的方向 那我們沒有分組啦 因為我覺得分組可能 我覺得沒那麼多的時間 我們才兩個小時的課 每個同學分組上來講一講 可能一學期都你們再講就好了 我根本不用 那當然我很輕鬆啦 可是我覺得 有的時候有些同學講的並不是太好 可能也會浪費大家時間 如果我也想要補充 那可能又沒太多時間 我覺得反而你們不見得真的可以學到東西 我覺得啦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把剛剛的部分把它完成一下 剛剛的部分的話 注意這個地方 我們是把 這個地方加了總共五個按鈕 這個也是複習前面的啦 但是同學比較遇到比較多的問題 大概敘述一下 第一個 就是說呢 我們module1是我們按右鍵插入的 可是如果假設 你如果錄製劇期的時候 它可能又會照著 如果你再錄製一個 它會進行module2 有沒有看到 然後裡面可能有你的劇期 然後如果你假設你又不小心再按一個module3 有沒有module3 所以比較多同學常要問的問題 老師我的程式不見了耶 有沒有 其實沒有不見啦 它在module1 在這裡 所以喔 以後如果你假設太多個module怎麼辦 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不然集中在一個module1就好了 那你module3 module2怎麼辦 按右鍵把它移除 它問你要不要匯出 不要 否就好了 這樣module3就不見了 按右鍵有沒有 移除掉 不要 不要 這樣就很清楚了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假設是不小心關掉 像有同學不小心把這個XX關閉 不見就對了 沒關係嘛 你就直接要開怎麼開 module1點兩下打開不就有了 OK 它不會不見 OK 所以這個環境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熟悉一下 那另外還有比較多同學問的問題是說 這個環境 常常同學就是會看到XX就覺得不點它一下 實在是覺得就會手癢就把它點一下 XX就把它點一下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了 OK 那這樣他就覺得 糟糕關閉之後重開會恢復呢 還是一樣 怎麼辦呢 他就覺得好糟糕 慘了 怎麼辦 壞掉了 要不要重灌之類的 其實不用啦 你就檢視裡面找就有了 畫面上的任何的看到東西都在檢視 那個東西 左上角那個東西叫專案總管 所以你只要記得那個東西叫專案總管 把它按一下 專案總管出來 那下面那個叫屬性視窗 屬性視窗有沒有 就有了 可能會蓋住啦 你這個可以把它拉一下 OK 那你的程式放哪裡呢 就放模組裡面 大概就這樣 所以它基本操作的環境 原則上我是覺得還滿直覺的啦 只是說也許你就跟它培養一下 就是稍微認識一下 久了應該你會覺得 好像也沒那麼困難 那我是覺得VPA最大的優點就是說 它其實很簡單 而且直接就在Excel裡面就有了 你不需要安裝其他任何的開發的軟體 你就可以直接寫程式 這一點對我來說是最簡便的 我想我也很懶得裝一大堆 你裝一大堆 然後設定一大堆之後才能開始寫程式 問題是我只是要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為什麼我要做這麼多事才能開始寫 然後我要再換一台電腦 我要再重新裝一次 那不是真的類似啦 以前最早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後來發現 這個VPA 這滿方便的 什麼事都不用打開 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另外的話 Excel本身又可以拿來當資料庫 以前資料庫你又要另外一套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學程式的人滿辛苦的 一下要學程式 然後你資料放哪裡 又要去學資料庫 然後又要把資料存在資料庫 拿它做存取 可是Excel這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一套全部到底 有沒有 然後另外第二個優勢說 每一台電腦一定會有Excel 應該理論上都是啦 OK 普遍性這麼高 然後通用性這麼高 所以我覺得這工具說真的啦 它應該也沒得挑剔啦 雖然它有些地方還不是那麼完善 你說老師他跑得很慢沒效率 我們又不是要比賽 我跑那麼快幹嘛 再怎麼慢啦 我跟你講 比你人官作業快太多啦 你說怎麼會慢 按下去 再三合一一下 怎麼會慢呢 對不對 除非你處理的資料太龐大啦 還有一點 除非說你的資料量會超過Ctrl向下 比如說問你一個問題 到底Excel的一個工作表 能夠放多少筆 應該算多少列的資料啦 OK 其實答案就是Ctrl向下就有了 你希望不要像網路上 我看有人按住不要放一直在那邊往下 然後呢 按了一整天之後發現 我終於知道它總共是1048576 而且還不敢放開 一直按著 然後連吃飯也在按著 我想說你神經病 你Ctrl向下不就好了 就答案了嗎 你幹嘛 這是還可以拍個影片 說OK 所以也就是說 Excel的最大的比數 就是10485 就是100 你取個整數 你就計104萬比就對了 最多 那可是問題啦 你說你的資料以100萬比 我覺得也滿多的 OK 你要放什麼資料可以超過100萬比的 好啦 沒關係 你超過沒關係 那你一個不夠嘛 你再插一個不就好了嗎 你還可以再另外一個100萬嘛 對齁 不就有了 還有呢 它的藍 比如說呢 如果假設問你一個問題 它的列總共1048576 它的藍總共有 總共可以放幾藍 你可以一直往右嘛 按住不要放 當然它會一直跑跑跑跑 可是也不要那麼笨 Ctrl向右也可以 Ctrl向右它就跑出來了 它的最多藍數是這麼多藍 多少 XFD 你說老師這什麼東西啊 X你就把它換算一下 X是多少 然後再乘上 F應該6啦 那乘上4 就是它的答案啦 不過如果假設 你不想要去計算的話 有一個方法 你找出一個函數 它就可以幫你算出 你那個藍是第幾藍的 哪一個函數呢 其實就是在查閱參照裡面的一個叫Column Column的話其實是藍的英文 藍 OK 意思就是說呢 現在我在第幾藍的意思啦 所以它直接用Column 裡面不要任何參數 它回傳會告訴你說 總共是一萬六千三百八四啦 OK 所以喔 如果以後人家問你說 XX到底能夠放幾藍的資料 那就是放一萬六千三百八 你不用記那麼 你就大概一萬六左右啦 就記個整數就好了 不用記那麼細 所以TOTO啦 所以如果人家問 應該也不會那麼無聊 問你說總共 也是有一個工作表 能夠放多少個儲存格 那就把1048576 乘上16384就有答案啦 OK 不過應該 我想應該也沒有那麼無聊 問你這種問題 OK 不過啦 當然這是最基本的 也就是說 你至少要知道 Excel的能耐到哪裡 然後呢 它跟資料庫有什麼不一樣 OK 資料庫當然可以放的筆數 就比較沒限制 你要放個一億筆資料 其實也沒問題 OK 然後的藍數其實也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Excel的話有這些限制 可是你限制好像也夠了啦 好 所以請各位 先大概了解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針對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剛剛主要是讓大家 Ctrl向 向右向左 就是了解一下這個環境 VBA的環境 然後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如何產生 自動產生 歷年切到折線圖表 OK 之前我們是用人工的方式 但是我現在假如說我希望呢 可以一鍵完成 所以最後我是會希望說 我有個按鈕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我可以按下它之後的話 它可以幫我把這個產生出來 好 那怎麼做 所以等一下這個可能要把它刪掉 對不對 然後呢 就回到這邊 多一個按鈕 按下它 這邊這個就跳出來了 好 試一下 待會再來看 最重要的